躺在病床上的小男童 是使用部落阿拜中毒的个案之一 在医疗团队照护下顺利康复出院 当时还剩下一对阳性姐妹 昏迷住院 不料五号上午传出 姐姐已经把管 由家属带回处理后事 部落毒阿拜案发生至今 已经超过半个月 五号上午台东马街医院证实 五十九岁的阳性妇人 因为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最终家属决定把管放弃治疗 阿拜中毒案在天一例死亡 共四人命丧毒阿拜 家属心情沉重 姐妹中的妹妹还是昏迷插管中 院方表示状况有比较好 神明真相稳定 持续治疗当中 阿拜中毒案致命原因 仍然是个谜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中 希望能有新的突破 三天新闻王浩元 蔡又贤台东采访报导 别再生死了 我们来说 不好 小组